这盘棋讲解是2022年的象甲跳迹赛八金四之战 红方是王宇波 黑方是郭忠基 许文川的徒弟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鹿似谁手 第一盘棋的话是金波获胜 第二盘棋的话 蒋川赢到首尉棋啊 最后大义了 结果呢被对方所杀 所以这盘棋到了关键之战啊 先手的主底炮 常见招法 加冲炮或者飞向 本局的话红方先上马 就是引对方过一个阻 然后再利用下野狗 威胁对方 这里的话兵三金 那黑方赶快上边马 意在出狙 红方顺势呢抢正合口 黑方选择出狙 这儿的话就引你去吃啊 将来飞向在拐脚马利用你 那红方正常还是拐脚马 黑方这里选择的是一个炮八平四 当然也可以直接上马 平炮的话它是一个宜行换位 将来的话形成一个国弓炮 这儿的话阵型比较结实 那红方这个棋要赶快把炮闪开 避免被黑方牵住 接下来这个棋呢 黑方走了一步足三平四 这个足呢是不愿意丢啊 就过来威胁一下马 那红方就上 黑方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进去捉 那么你上马的话 他可以炮三金一 这招棋啊可以守住卧槽 那应该来说黑方过的一个组 也是可以满意 实际上的话黑方并没有选择 居二星六 而是走了一步马一进三 这步棋呢应该说也是走得 一关两大 但是这个棋也是风险 和这个利益共存 他这么一走之后 人家上马踩就炮了 这儿的话这个棋啊 你就走不到炮三金一了 那对方这个棋啊就浸泡去挡 到这儿呢 红方顺势呢来了个棋队 黑方也没道理不吃啊 吃完之后红方踩一个踩个鞠 黑方他是有一个将军的好棋 然后呢进鞠把马锁住 红方的话 这个鞠点到夏儿县 大鞠关可以说非常强 就是不让你这个左鞠右鞠啊 你带你这个鞠过来还得了吗 那黑方这个强行要过 你不过这个棋就得吃 双方形成要交换 换掉以后呀 红方简单把中足消灭掉 这儿虽然说红方拘束不去 由于黑方这个棋受到牵制啊 反而是红方好一点 那接下来正常是飞向 接下来红方是又吃一个 黑方的话看着局炮底线怪厉害 其实呢没有用 下足是要吃冰找机会上马 红方就兵五金 因为这个棋你的马没有点位啊 所以呢这个空城记啊 走得漂亮 有惊无险 对方的话掌局是要吃中兵 找机会交换 那红方马三退伍啊 就挑衅对方 如果你要踩掉他兵冲过去 很明显红方有力 因为黑方的马没有点位 他这个子跟前面的狙炮配合不上 对方呢这个棋啊 也是头脑一热啊 直接把这个兵给吃了 那么不吃的话也是一个下风棋啊 要苦顶 吃掉以后呢 看似好像对方一吃 他再一吃 把这个马可以困住啊 你再跳过去他可以抢先手 但实际上呢这个棋啊 中了飞刀 他忽略的是红方回马进枪啊 你吃着马他不当不逃 也不吃你炮 来一交采鞠太漂亮了 就问你怎么走吧 首先你鞠不能吃啊 这一将就把鞠给吃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顾不上鞠吃马 那么这个棋如果用像去飞掉马会怎么样呢 他这里就是一将 上来之后呢会马再一将 那么这个鞠还是没有了 所以对方到这里也是比较尴尬 那么不能吃马也不能像马 那怎么办呢 你还不能踩马 踩马他把鞠直接踩 所以到这儿对方很无奈的情况下 又走了一步啊 鞠五平二 把自己的炮看住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啊 这个棋啊 红方跳马一将 先摆脱险地啊 然后的话对方就上 顺势一踩马就得子了 本来这个棋红方就有力啊 你再丢一个子的话 明显是红方占优 到这儿以后呢 吃马也是勉强支撑 想找机会把马跳过来 助攻 红方的话回马 形成连环马之势 随时进炮打鞠 对方的话 这个棋选择平足 准备呢找机会啊 想往下突袭 那红方炮暂时不走 那他选择是马五退棋 这招棋呢 非常简明 就是你要吃马 他这个鞠杀出去啊 对方就等着输了 所以对方呢不肯 飞向苦苦支撑 那红方选择前马退五 非常厉害 对方的话 进行了一步飞向 这儿红方选择招法是 冰九进一 黑方这个马赶快往过冲 红方继续过 如果你要先拱掉 他一吃点一将就富有杀奇 所以你这个马还来不及出 到这儿以后呢 现在要拱鞠 你还不能吃啊 他选择是鞠二进五 那必要时候呢 吃掉你啊 找机会鞠二平三 但是红方呢不给他机会 小冰往过冲 对方的话上马 这儿这个冰呀就绕过来 强行要点江叫杀 所以我们看到啊 北京对这个出击很厉害 金波也是这么出击啊 王宇波也是这么出击 所以话这个教练张强厉害啊 给他们有一个独特的出击方式啊 以前这种走法称之为大出击啊 那现在这个先平兵再出击的招法 这个该怎么命名呢 很有意思啊 他这个棋一步就点下去了 眼看要杀对方啊 这个棋对方没办法 他只好用炮去打 意思是将军我退个炮 到这儿看似好像也能守住啊 其实呢这个棋也是比较危险的 那么红马上马一蹬啊 这个棋啊就丢死了 对方的话点了一将不甘心啊 但是也没啥用处 夏老将的话 这儿直接就得子了 所以眼看连是两子啊 就不得不认输了 所以对于红方啊 他这种出击方法 还是非常奇特的 大家怎么看呢 这盘棋王宇波获胜 这盘棋讲解是陆四水手 2022年的团体赛 红方是赵金城 黑方是蒋荣宾 河南对战上海 终极一战 开局是飞向 对战金七足 这二红方形成的是一个 反攻马特点 黑方这里呢 有一个先期后去 这儿的话 红方正常上马 跳至河口 那么这个马在河口呀 它就可以呢控制局势 所以呢 把这个区域换掉 红方就持有先手 黑方不肯 那这里纠缠 这儿进区准备打区 对方上马 这是一部关键招法 就是对掉你河口马 让你没有作为 双方到这里形成一个交换 最终呢 又是一个对局 对完之后呢 红方先手 吃对方足 黑方呢 先进足 吃个兵暂时没齐 然后利用你 如果你先去吃对方的兵 将来这个中足要丢 所以呢 先不炮赶走 吃掉 你要吃中足 他就可以堪 这样的话 这个齐啊 黑方在下方之中纠缠 但是呢 这个齐啊 仍然可战 红方的一时班科 也杀不进去 到这里你要吃中足 人家趁吃你炮 把鞠赶走 那黑方守得非常顽强 红方的话 到这里啊 久攻不下 最终呢 这个齐啊 他是看着自己的中兵 那这样的话 准备啊 平鞠点向眼 这边来一个闷杀 所以这儿抓一步之后 最终是落向 那推鞠要吃兵 再飞个向 红方呢 始终持有先手 黑方呢 有一个啊 将来平均的反击手段 他这边出老将 杀你的底势 这里的话 就甩开 到这儿的话 打中兵啊 准备反击 对方采个中足 黑方打掉 双方到这里啊 斗得非常激烈啊 那现在就要出问题了 眼看这个齐啊 底线就要进行一个 出老将叫杀 红方则子拳在右边 左边没法防守 怎么办呢 红方选择的招法是浸泡 将来你出了将我知个事 黑方这时候呢 赶快要上马 这是关键招法 实战的话 黑方并没有上马 而是赤马 这样红方一回马 随时可以上马采具啊 黑方又去飞向 这样的话 走了一些还手之后 红方开始呢 进行一个打击 然后微微就照 对方你出来 他知个事 如果求稳的话 就是飞向 双方仍然可战 那么黑方决定对杀一下 这时候那红方就吃 接下来点将啊 这儿的话 这个棋上 退将的话 落向 落向意思是通过抓狙 要上马了 那么红方也就退狙 准备了调狙过去 这样的话 黑方就往里切啊 这个棋呢 应该说很厉害啊 红方点将之后 有一部更厉害招法 就是他先踩你啊 黑方插了一步棋 黑方这个棋 点了一将啊 上去 现在他退狙回来防守 这部棋应该走一个 跳马进来 然后呢 再退回去 这里啊 抢先手 黑方比较积极 实战的话 直接退狙 太消极了 那么这样的结果啊 红方只要把这个狙 退回来 急住马 就可以占优 因为这个棋 你马不能够发力啊 就会受困 必要的时候 他可以跟你换狙 或者是啊 回马 拦住你 那么你就没棋了 所以呢 红方中兵就可以发出去了 那么实战啊 他走的是退狙回来 结果呢 这个棋啊 给了黑方一点机会啊 但是黑方也没把握住 黑方应该退炮啊 但是看似吃双 他不敢 其实呢 进足之后 这个马可以安保自己的炮 他不敢吃啊 一吃不去抽了 所以这个棋应该说是可战的 到这以后很关键啊 他走的一步进足去保马 这是一步随手棋 红方直接一瓶炮 形成一个点将 跳马一将采鞠啊 太厉害了 对方落相 意思是变马腿啊 不想丢鞠 这里退回 他是要走一个泡一将 你这里吃 采一将啊 吊虎离山杀你 对方选择变马 这儿的话 先来一将啊 这要往里杀 然后的话 这个棋啊 这里面杀招很多 这里肯定不能落相啊 正常要补试 现在你不能抓试 为什么呢 表面看起来下一步杀棋 但是黑方一将啊 你下去点杀 出来的话 就先杀你了 所以这个棋要注意啊 到这儿的话 巨八平五虽然厉害 但是不敢 先跳马将 对方落势 这里呢 回马一将 对方落相 为什么不补试呢 因为补试 他可以再点将啊 再点将 不断的去利用你 最终这个结果如何呢 他就可以通过一个点将的方式 你不能下 将军踩你巨 所以你必须得上 一旦你老将到天上以后啊 就很危险 他这时候一推炮 守住自己的炮台 让你马进不来 你没有了钓鱼马的杀招 他将来兵武精 就可以回马杀你 所以这个棋很厉害啊 到这儿 对方不能补试 只能选择一个落相 然后跳马就是一将 对方啊 又进去了 现在退回别人他 那么此时黑方在推炮 很明显已经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后方可以下老帅呀 之前你这个老将在外面的时候 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呀 就点一将啊 就杀棋了 但是由于你老将进去了 现在已经没有杀棋 对方为了杀棋 只能硬要头皮往里点 下了不要切码 那红方就退炮 准备点杀 黑方还不能补试 为什么呢 点将落势啊 这个炮一将 飞向的话就回马马后炮 这样不断去利用他 那对方这个棋是受不了的 所以的话这个棋太痛苦 那么你要是选择啊 将来不飞向 上老将 那这个棋啊 它这里可以退居一将 那你再上的话 将来这个棋啊 马就可以再采将 手段的将非常多 然后呢 这个棋回马一将 有一个推炮回来 马后炮啊 将来你就得退居砍炮了 砍完炮 你就等着输了这棋 所以你肯定是不甘心的啊 到这的话 那么点将就要退居 但是他不对居 他炮一将 被居愁了 所以这个套路很深呀 那可见这个棋啊 不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临场的话 他只能去对居 红方这个棋呢 先回马一将啊 然后退炮 马后炮杀棋 然后呢 对掉 这个时候啊 选择一步回马 踩对方的足 对方的话也看不住啊 这一吃 然后呢 通过连续手段 困对方 到这里啊 很明显啊 只要一落相 吃马 吃足 对方浸泡吃 不让你落相 老将上天 是仍然落相的表现 对方眼看保不住啊 到这一将之后再将 最终这个棋呢 消掉 那么多两个兵 就为迎棋啊 打下监视基础 对方的话 很想把这个棋守住 他走了一个骗招啊 就是呢 先气一个子 准备了后取啊 正常的话 你要是电炮 他肯定是把马抽了 他选择七炮 苦肉计啊 不要把马抓死 红方的话 也是简单啊 直接把试一打 那现在这个棋 没有试的话 这个炮双兵呀 就更加厉害了 就算你有试 可能也是个竖棋 那现在这个棋啊 确实是不好下 对方 他也顽强啊 但是 应该来说 是没有用的了 这炮回家之后呀 平兵啊 分兵两路 可以说是二位派门之时 对方一样看到这里 不得不认输 赵金城获胜